中间转的是两次 一二 一二 结束之后不是这样 这是外行 所以后脚是微扣的 还是扣的 你看前脚也扣的 不是白的 微扣 两腿都是微上的扣 所以你看为什么前脚要扣 因为真的在以后实战当中 你比方说我 最近我去 都撤回来了 再看了 腰长这先朝右转 再长左转 一二 分解动作的话 一二 但是这个练 实战上怎么不能这么练 这么练哪里打 所以要快 你看回来 为什么要收回来 就是我的拳头我不能 抬到这不行 我现在是这样 打完之后 你落脚的时候 我在前脚落的时候 这个手已经 已经结束战斗了 但后脚落的时候 就已经收回来了 靴带发开 打下一步 这个一定要注意 但是 线下再玩 你就这个手就可以玩的 就很有意思了 你比如说我们刚才 我们刚才做的动作 你看这是一个 一个摆拳的 你挖过来 就这一个手可以做很多动作 限点武术的话 你直拳 勾拳 摆拳 这个动作你都可以 一个手 算干了 太吓了吧 太吓了吧 哈哈哈